一帧一线手工缝制 四十平大的工作室 是陈玉香的创作天地 所以快出来又快更巧 因为剪了会比较大 和员工一起讨论发想 激动创意成就满贵作品 有时候客人也会提供idea 他是在幼稚园教英文的 因为他很喜欢我们的东西 就是说他可能会挂着 故意这样背着去上课 他说那一天小孩 就会一直看着他很专心 或者是一直问 老师你今天好好看 你的包包之类 闪亮亮的刺猬包 是幼稚园老师特别交代 自创品牌两年多 教导不少好朋友 台湾人的热情和在地美食 都是香港感受不到的 他们知道我比较喜欢做饭 所以他会带这种奇怪的水果 香菇啊 水果啊 对 会有这种比较有 因为香港就不会有 就是不同的地方这个差别 包包放在自家阳台 取景拍照 泼上网络平台 先生负责行销 夫妻俩分工合作 生意越走越好 他说我拍的照片太丑了 对啊 拍的照片太丑了 然后英文写得很难了 那个 对啊 那 主要是照片 因为在网络上卖东西 你第一印象就是照片 就处两人到世界各地旅游的合照 来台湾之前 陈云香骑士市民捷运工程师 后来先生外派到杜拜 他辞掉工作一起飞过去 在家里时间多 开始接触手作 一逢逢出兴趣 我去的时候刚好有带几本 就是这种做 就是这个叫口巾的包包的 几本的手工书过去 然后我们聊就开始 又发一发之后就发觉 我现在有时间好像真的可以 买一下布 把东西都买起就可以试试做 租金相对便宜 交通方便 还有浓浓的人情味 让他们决定来到台湾定居 工作 生活 日子简单 却是充满满满幸福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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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